嗨,大家好,我是勇为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断舍离》这本书 我会用风水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内容 如果你可以根据风水的原理 再加上断舍离的方法去执行 你便可以改善你的心灵 从而大大的增强你的运气 第一次来的朋友 这个是个提供风水有关知识的频道 有兴趣的话就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吧 这样你就会看到我以后的影片了 《断舍离》这本书的作者 三下英子通过瑜伽以及佛教的原理 创造了这个断舍离的概念 教大家如何透过收拾自己家的环境 改善我们的心灵以及生活 这本书出版的当时也轰动了日本社会 很多人也因此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那么你可能会问 这只不过是普通的收拾我们的家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断舍离的含义是更深的 很多时候我们整理我们的家时 有很多东西都是把它们收拾到抽屉 柜子里或者是床底下 觉得东西看不见就好了 根据作者 这只不过是把我们的物品 改变了他的形态或者位置 对我们的心灵上是没有改变的 断舍离要我们做的是 第一 断绝与我们没相关的物品 第二 就是把不需要的物品舍弃 第三 脱离对这些物品的执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商家总是会想尽办法 让我们消费者多买一些他们推出的产品 于是就推出了很多优惠 比如双十亿优惠 圣诞节优惠等等 有时候消费者会因为折扣 而买多了一些不需要的产品 这些产品就慢慢的累积在我们的家中 久而久之 就越堆越多 变成了杂物 所以 我们要在买任何东西之前 就要思考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不要买 这就是要断绝我们不需要的物品 注意看看我们的衣柜 我们平时穿的衣服 其实也是几件而已 但是 我们会发觉到 很多衣服都没有穿 甚至 已经不适合穿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执行舍弃 那就是把没有用的衣服丢掉 我们也可以把它送给人 或者捐给有需要的人 书中也有提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 20%的物品 也足以应付 80%的日常需求了 我们要重新评估 我们对物品的关系 举个例子 有很多人的厨房 都是有很多 异次性的筷子 但是 这些筷子 往往都不会被使用 所以 这些不需要的筷子 应该要把它们丢掉 有些人会把比较好品质的碗碟收起来 不舍得用 自己却用着一些旧的碗碟 就是因为这种心理 使得我们无法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我们一个人最多只能够用两到三个碗 一双筷子就足够了 为什么 我们厨房还是满柜子的碗碟 筷子呢 梳理的建议是 我们要把多余的送给人 或者丢掉 只留着好品质的物品使用 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断舍离呢 只要我们可以做到断绝购买不需要的物品 然后可以舍弃没有用的物品 我们就可以脱离对这些物品的执念 在书里也有提到 当我们收拾了我们看到的世界 我们看不到的世界 就会跟着改善 就是说 我们的潜意识的阻碍 也会被清除了 在风水的角度而言 在我们的家中所堆满的杂物 会影响气的流通 如果堆满杂物的地方 是刚好在你的个人极方 比如生气味 就会影响你的事业上的发展 如果是在你的延年味 那么就会影响你与人交际的方面 还有 如果是腐味 就会令你思绪不稳定 天一味就会影响你的健康 你可以回去我之前的影片 找出你的个人极方 我会把连接放在描述栏里 我们要不断地执行断捨离 那就是要时常地把旧和没用的东西丢掉 然后再买有用的东西 那么就会有新的气场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试想想 如果我们每天只懂得吃 然后不懂得排放的话 久而久之也会形成便秘 这些便秘就会形成毒素伤害我们的身体 就好像我们不收拾的杂物 也会变成不好的气场 影响我们的思绪 从而间接影响我们的决定与生活 那么 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做不到断捨离呢 其实 要执行断捨离 是真的不容易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家 很多东西都是充满回忆的东西 比如 好朋友很多年前送的礼物 或者是全女友的照片 这些回忆 都会把它牵连在某些物品上 我们都会执着已过去 会觉得 不尊敬送东西给我们的人 虽然 东西已经不可以用了 我们依然保留着 舍不得丢掉 你可以试试去整理你的家 然后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有什么物品 不舍得丢的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聊聊 还有一些人 是担忧未来的人 总是觉得 那些物品 是在未来会有用到的 结果 收着收着 我们都把那些物品忘掉了 根本不会有用到的那一天 执行断捨离 就是要自己 有潜意识的去清除 我们的个人障碍 不要过于执着 我们的过去 也不要太过担忧未来 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断捨离 也代表着我们突破了我们心理上的过于执着 以及过于担忧 抛开了这些执着与担忧 我们就会活得更自在 更轻松 执行断捨离 要用七五一法则 那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抽屉或者是柜子里面 我们可以摆放七分满的东西 看到的地方 比如玻璃柜 只可以摆放五分满的东西 而要摆设物品 比如墙壁上 要挂的照片 或者是山水画 只可以一幅墙 一个画 这样就可以确保足够的空间 让气可以流通 好的东西要来 也有空间允许它的到来 如果我们所有的物品 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高品质物品 那么我们也是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如果我们扩张断捨离这个概念 到筛选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多一点以正能量的朋友 会支持以及为我们加油的朋友来往 那么你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好一些吗 你可能会觉得家里太多东西 很难收拾 或者是没有时间 你其实你可以慢慢的 从你的个人疾方开始收拾 依照你的生气味 延年味 辅味 天衣味 去整理 只要继续的整理 你的人生也会随着进步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 可以帮到你的话 记得要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要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 想要询问风水服务的话 欢迎浏览我的面子书 联系我们 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们下个星期见 如果您的东西就会发现 你们下个星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